山高路窑 这一幅课堂上教学示范的山水作品 呈现的是几个游客 陆细的登山到寺庙 也许有手求 也许求平安 或者是求功名顺利 等等 那是一份的诚心 但是山这么高 这个山路又这么的遥远 难走 非常的辛苦 难免有一份的这个 又期待又感伤 这一条路呢 山路 象征的像一个人的一生一样 路途遥远 但是要走到终点 走到理想的终点 必须要 要辛苦的攀爬 山 山水呢 不只呈现的是山 是水 是云 是雾 等等 它呈现的是 心中的 那一种 感动 心中的美感 心中的那一种情境 心中的 山水 这能够表现出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意境 所以山水画呢 自古以来就是国画的主流 表现的体裁 现在我们调这个认绿色 准备染这个点擦明暗法 流出来的这个树虫的色调 这一幅是要表现春夏景 所以 所以呢 就色调上 主要以绿色蓝色调为主 这些都是在施染前准备的 的工作 让需要事先甜色的地方 把颜色吃到纸里面去 所以这些都是在施染前准备的地方 在施染前准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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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色彩色调不同 我们现在要准备施染的调色 所以我们会调一个 藍色调 一个绿色调 一个嫩绿色调 一个绿色调 那濕染呢 就是剛剛填色 事先填色的乾了以後 我們才開始濕染 濕染就是整張該染色的地方都要染 不染色的地方 小地方可以用洗乾淨的筆打濕 不然就用噴水壺把它噴濕 我們要洗乾淨的筆打濕 我們要洗乾淨的筆打濕 原始的地方還是染上摺濕色 那要流量的地方就不要塗色 畫國畫的人常有一個迷思 這個迷思就是說 仙子本身的白色 沒有把它當成就是色彩的一種 其實白色 留白也是色彩的一種 要有這個新的觀念 暖色的時候筆要分開 現在一隻磚染 這個軟色調 摺濕等 一隻寒色調 就是藍色綠色等 這個山路要淡淡的摺濕色 打個底 這個山路要淡淡的摺濕色 原始留白子的地方 可以讓原始的這個前後 層次分得更好 而且會對比出原始的這個結構 更立體感更有張力 這一條山路 十階南摺濕色 更凸顯出跟原始之間的關係 原始是在前面 這個路是在山的凹下去 比較低的地方 屍然是整張的處理色彩 把需要上色的地方都把顏色染上去 然後在濕濕的時候 統一整幅畫面的色調 還有就是風暖氣氛 包括雲霧 還有處理前後的空間 遠近的感覺 遠近的感覺 按照片 都要有些靜性 在西方 不休閒 他會想得到嗎? 有些靈性 有些靈性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顏色由盡染到圓 詩染整張最後、最終 就是整張完全詩掉 在詩詩的時候 最後在詩詩的時候 就是要統一色調 還有就是譬如說 補遠山、風染雲霧等等 因為紙詩詩的時候 你所處理出來的都會比較裸和 完全不會有筆法 呈現在紙面 這是屬於軟調子 軟調子的話就是 讓畫面更裸和 一幅山水畫 它就是呈現 中國人講的哲理 就是中庸之道、鋼樓相繼 雄偉的山岳 需要裸軟的雲霧 增加它的變化 而且軟化畫面 讓畫面更有深奧的氛圍 在詩的時候 處理出來都比較裸和 在詩詩的時候 不足夠裸和 建立的靈體 會不會有精彩的靈體 在冥寰的靈體 在還氣 在衝突中 用浴霧 在靈體 屈、靈體 在攝影 絲、靈體 在樹那裡 很大的靈體 有 靈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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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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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